關於謝和賢的前妻 然後寫了一篇不知所云的文章 希望得到我的回覆 我自己個人是這麼看的 如果謝和賢前妻想紅 希望她可以再消費一些其他的東西 不要只是講謝和賢 你流產這些東西 我個人感覺到非常的遺憾 而且難過 我也可以理解說 任何媽媽又是失去孩子 或是很困難生育 他們所面臨的痛苦 這我當然會感覺到難過 不過我還是覺得 我是一個宇宙性的小公主 覺得說你應該是想要蹭我的流量 這就是我對你的回應 簡單的回應一下 那個關於謝和賢的前妻 然後寫了一篇不知所云的文章 希望得到我的回覆 那我自己個人是這麼看的 就是說我覺得 謝和賢的前妻 她假設是想要出場片 因為她目前有看到 她有那個MV什麼的 看起來就是要出場片 然後最近也上節目受訪 所以就我們看來 就覺得說 她應該是想要會演藝圈吧 大家看起來是這樣 雖然她嘴巴都在講說 他已經要退出了 那MV他可能也要退出了 只是她的所作所為 她的行為 在大家的眼中看來 就是一個想紅的行為 那我也只是講說 她如果不消費謝和賢的話 她就是一個Nothing 就希望她也是 如果你想會演藝圈 你還是要累積一些 大家就算你不講謝和賢了 我還是會去關注你KT 這樣子的形象跟內容吧 我的意思其實是這樣子 我並沒有要罵她 或是我也不是謝和賢的粉絲 那我在這邊也想要講一下就是 我不知道KT的粉絲過來罵我 到底是什麼樣子的狀態 因為我沒有罵她 然後我也不是在幫謝和賢說話 也不是謝和賢的粉絲 我只是覺得 如果她謝和賢前妻想紅 希望她可以再消費一些其他的東西 不要只是講謝和賢 然後又講說 如果人家搶你老公 逼到你流產 就算過了100年 你心裡不會難過嗎 你覺得我看到那些路邊經過 年紀跟她差不多的小寶寶時 我不會惆悵嗎 然後就說 如果這些你都不覺得的話 好吧好吧 那你就是一個宇宙幸福小公主 你流產這些東西 我個人感覺到非常的遺憾 而且難過 我也可以理解說 任何媽媽就是失去孩子 或是很困難生育 她們所面臨的痛苦 這我當然會感覺到難過 不過我還是覺得 我是一個宇宙幸福小公主 那我希望就是KT 你可以好好的過你的生活 不管你是想紅 或者是你想要退出演藝圈 離開這個行業 遠走高飛什麼的 我個人都是祝福你 那你要回應我這一天呢 我想 我當下啦 覺得說你應該是想要趁我的流量 因為 我看你那麼努力的在趁現和賢 也沒有吵出什麼樣子的新聞 想說蹭蹭看看 現在的流量座標三斤看看 那我也讓你蹭 所以我也特別回應了你一篇 就是我不知道 我講你是Nothing 跟鳳梨是不是八九 這是兩件事情 我是真的看不懂你的文章 這就是我對你的回應